為在彰化八卦山的臺灣民俗村 經營權幾度轉手 延出園區建物被拆除之後 地主申請開發產業園區 不過引發破壞生態疑慮 今天進行環評線刊 環團跟明代到現場遞交成形書 表達訴求 守護聖山 守護聖山 拒絕破壞 拒絕破壞 環貿團體與地方明代手拿標語 大聲抗議 針對彰化臺灣民俗村出售 民間采團接手的惠來產業園區開發案 第一階段環評線刊 表達不滿 我們看到這個案子是他會抽用地下水 但其實這個地方是一個地下水補助區 那同時他又要把那個廢水 進行園區的浇灌 那其實我們在線刊的時候 發現這個地方是大量的歷史區 簡單講他透水性非常的高 那這個甚至會把污水 直接影響到地下水 他把它拆除之後 讓我們彰化人 讓所有的臺灣人心痛心碎了 為了他們的個人利益 摧毀這麼多的珍貴無價 這無法彌補的損失 臺灣民俗村一九九三年營運 曾經是臺灣最大的遊樂園 後來因為九二一地震經營不善 債權由妙天禪師女兒的公司承接 今年初業者拆除園區建物 除了三棟歷史建築 其餘已為平地 土地轉賣後 新地主向縣府地建 申請開發惠來產業園區 陳情書給江培根局長 來 環團與民代向道場的環保局長 江培根遞交陳情書 並要求參與縣刊 過程幾度發生推擠 那環境養評估是 我們彰化縣有訂一個旁聽料點 那本來就歡迎各位有不同意見的時候 可以在環境養評估審議的時候 可以依照旁聽料點來登記 可以發言 也可以旁聽 一切的程序都非常的公開透明 業者以私人土地為由 拒絕民眾進入 縣府表示 環評審查程序一切公開透明 也會讓民眾充分發言 記者楊面峰彭漢群 彰化報導